欢迎来到白夜剧场 1994年5月24日天色微亮 昨夜那一场暴雨将城市里夏天的闷热一扫而空 不过暴雨也导致了地下水位上涨 不少地方都出现了较深的积水 一条灰黑色的水渠旁 早起的环卫工人正在打扫落叶与积水 这里是城中有名的脏乱地带 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塑料袋 树枝还有啤酒罐 发出一阵阵刺鼻的腥味 很少有人踏足 休息间隙 环卫工人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响动 他找了半天 目光最终落在了水渠之上 诶 那是啥呀 水渠拱壁上的下水管道口似乎飘着什么东西 正在一下一下地撞击着铸铁网山 环卫工人拿着手电筒轻轻扫过 脸色猛的一变 那暗绿色的东西虽然肿胀 但五指分明 明显是一只人手 是死人 死人了 死人了 王县江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眼皮还在一直跳个不停 从仅三十年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已经抵达现场的年轻警察 同时也是王县江徒弟的台委 走了过来 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师父 早上六点接到了环卫工人的报案 说在卫红渠的排水管道口 看见了一只人手 王县江接过手电筒照向管道口 那只肿胀的人手随着水流轻轻摆动 似乎在无声地呼唤着什么 他深吸一口气 就听台委接着说 我刚找了一把扳手 正准备下去敲开铁网 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 好你去吧 注意安全 台委脱掉衣服 手拿着弯手直接跳进了卫红渠 游到了排水管道的下方 然而他只是向管道里看了一眼 立刻大骂出声 我靠 王县江心头一紧 眼皮跳得更厉害了 是死人 没错 而且不止一个 台委咬着牙 小心翼翼地避开那只肾过来的手 奋力地又拧又杂 终于将铸铁网山彻底地剥落下来 这听扑通一声 一句僵硬 肿胀 斑痕累累的尸体从管道口滑了出来 落在了台委身边的水中 那是一句女尸 浑身赤裸 高度腐败 根本分辨不出绒毛 就这样仰面向上地飘在卫红区中 王县江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却又听到扑通两声 他微微一愣 只见管道口又划出第二句女尸 第三句 台委的脖子上清金薄气 双眼通红地看向自己的身边 那整整齐齐漂浮着的三句女尸 之后便是紧张地打捞与验尸工作 王县江那不祥的预感终于还是变成了现实 暴雨过后 卫红区里竟然冲出了三句身份不明的赤裸女尸 这绝对是本市近十年来最为严重的恶性案件了 是公安局召开了紧急会议 524连环杀人案的专案组成立 但是因为局里的案件太多 人手不够 专案组的成员暂时只有王县江和台委两个人 王县江也没有抱怨什么 从会议室出来后 他与台委分兵两路 台委去档案室查找失踪人口的资料 确认尸体的身份 而王县江则找到一份下水道的设计图纸 想要确定尸体在下水井中被弃制的地方 这一来可以围绕此地展开勘察 看能否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这第二嘛 可以确定死者的数量 毕竟没有人能保证 现有的三具尸体 就是全部的死者 第二天上午 熬了一夜的台委 推开办公室的门 就看到了同样双眼通红的师傅王县江 他把卷宗放在桌子上 擦了擦汗 师傅 你这边怎么样了 师员已经有点线索了 哦 什么情况 我对比了今年以来报失踪的案子 找出几个和死者体貌特征相似的 已经安排认识了 几个 七个 死者已经高度腐败了 面目不清 所以王得撒大点 行 尽快落实吧 找到师员 接下来的工作也好布置 王县江说完伸手去摸烟盒 台委忙不迭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 递给了王县江 撤我的 撤我的 师傅 您还在研究下水井的图纸呢 鬼话符似的 看不懂 还得考虑语量 留素 留相 还是让卓越认识来分析吧 好 我到龟话院找人去 台委掏出笔记本 刚写了几个字 法医老杜推门走了进来 也是一脸的疲惫啊 宝宝 事件完事了 你要不来看看 莫盛 解剖室 显得格外的刺眼 王县江植入主题 什么情况 三个死者都是女性 初步估计年龄都在25岁以上 其中这一号死者 时长162厘米 重51公斤 去了持股联合 发现了分娩斑痕 老杜 我没时间听废话 说重点 重点就是生过孩子 应该是已婚妇女 台委联盟掏出笔记本 记录下这个特征 老杜掀开一具尸体上的白布 指了指 尸体颈部 肿胀的 暗绿色皮肤 此音都是机械性窒息 雷脖子 雄气应该是铁丝之类的东西 还有呢 死者生前都被性侵过 初步检测出来 是一个A型型的人 对了 另外 从胃里的食物消化程度来判断 他们最后一次进食 距离被害不到十个小时 先前后杀呀 够杂重 王先生骂了一句 他弯下腰捂着口罩 仔细地查看其中一具女士的手脚 老杜知道他的意图 在旁边补充了一句 甭看了 腐败得太严重 但是抵抗伤和约束伤并不多 听到这儿 他以为插了一嘴 也就是说 被害人是很快就被制服的 那这王八蛋还挺强壮啊 老杜 死者有没有被折磨过的迹象 看不出来 擦伤什么的都是死后伤啊 应该就是制服 强奸 杀人 三个环节一气呵成 没有别的动作 看来凶手就是为了爽那一下子 应该是个低收入者 否则找个女人没那么难 师傅 我去查查重点人口吧 有性犯罪前科的那种 行 收过治安处罚的也查查 好嘞 台卫应了一声 又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 老杜打了个哈欠文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线索还是太少了 只知道抛尸地点在卫皇区的下水井 剩下的得等查到师园再安排 那你们不好办哪 那下水井跟他们支出网似的 怎么查呀 大不了咱就钻下水道去 我不信 一寸寸的找 还找不到线索 台卫忙前忙后了两天 三具尸体的身份 终于有了一些眉目 同时他还联系了师规划院 对方很配合工作 答应专门派一位老师过来 帮忙分析下水道里 可能的抛尸地点 匆匆地吃完午饭 台卫揉了揉熊猫似的眼睛 决定去值班师的床上躺一会儿 哎 养精蓄锐啊 毕竟接下来 可能要钻到下水道里了 临睡前他习惯性地看了一眼 局里新配的传呼机 吃惊地发现了一条信息 是自己的干爹 顾浩发过来的 顾浩是台伟的父亲 台智亮 年轻时候的战友 也是一生的挚友 跟台伟的关系自然很好 自从台智亮去世之后 台伟甚至想将这个一生 都为娶其生子的孤独老头 接到自己身边来照顾 但是却被顾浩一口拒绝了 奇了怪了 这老头绝得很啊 平时我去看他都摆着个臭脸 今天怎么主动来找我呢 难道真有什么事情 台伟赶紧给顾浩的家里打去电话 很快就有人接听了 喂 老顾啊 什么老顾 没大没小的 嘿嘿 顾爹 我这不是稀奇吗 前几天刚跟你说我的呼机号 你就用上了 小老头挺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哎 别跟我在那儿凭啊 有话问你 你最近 是不是很忙啊 对啊 就是卫红渠下水道里 发现了三具女尸的案子 我正跟师傅调查呢 忙了好几天了 这事报纸上应该已经报道过了吧 嗯 三具女尸的身份 你们确认了吗 差不多吧 怎么了 里面有没有一个女高中生 叫苏林的呀 人鱼 第二集 初探地下 值班室里 听到电话那头的干爹顾浩 问起三具女尸里有没有女高中生 台卫奇怪地挑了挑眉 随口答道 没有高中生啊 都是成年女性 二十五岁以上的 那就好 那就好 顾爹 你说的那个什么苏林 是这个名字吧 他谁啊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咋不知道你和女高中生有瓜葛呢 哦 难道说顾爹你还有个私生 滚 小兔崽子 瞎说什么 信不信我揍你啊 行行行 开个玩笑嘛顾爹 您消消气 不过您为什么会突然问起一个小姑娘 这个苏林到底是谁啊 就是认识的人 一个很乖的小姑娘 瘦得不像样 我看着可怜就每天给她做两个肩蛋 可是自从前几天一夜暴雨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昨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什么无名女士的消息 怕万一出事儿 所以就来跟你打听打听吧 不过既然你现在都知道了 那就帮我找找她吧 非亲非故的 你还管这些事呢 嘿 废话那么多 你到底帮不帮忙 帮 肯定吧 除了名字之外呢 有没有其他的信息啊 没有 应该就叫苏林 或者苏什么林 之前听人叫过她 那孩子大概十六七岁 看校服的样式应该是四中的学生 能查吗 线索是少了点 没事 您先等我消息吧 挂掉了电话 台伟从值班师的床上起身 先去看了看接警记录 很快就确定最近没有女高中生失踪 他又没有办法直接调查户口 毕竟顾号甚至都不清楚那女孩的真实性命 台伟干脆给四中的教务处打去电话 以警察的身份 拜托管理档案的老师找一下 高中部里有没有一个姓苏的 名字里带着林字的女学生 查档案是需要时间的 台伟干脆闭上眼睛 又重新躺回去瞇了一会儿 然而没到半小时 他就被电话铃声吵醒 台伟迷迷糊糊的接起来 那边传来教务处老师的声音 警察同志 我查过了 我们学校里根本就没有叫苏灵的学生啊 台伟猛地坐着身子 脑中的睡意烟消云散 没有啊 怎么可能啊 我犯了好几遍档案了 苏这个姓氏比较少见 全校总共也就四个学生 初中部三个 高中部只有一个 不过是个男生 那有没有突然转学或者休学的女生啊 也没有呢 别说转学的了 全校上下高中加初中 一千两百一十四个学生 一个也不少 我知道了 谢谢老师 奇了怪了 难道顾爹说的那个女孩不是四中的 就在台伟疑惑的时候 王献江推门走了进来 冲着台伟招了招手 走 胡局过来了 让我们去会议室回报工作 哦 马上来 台伟只好把女高中生的事情抛到一边 先跟着王献江来到了会议室 市局分管行政工作的胡副局长 已经等在了那里 说起来 胡副局长还是这次 五二四连环杀人案专案组的组长呢 但因为手底下一个跟了半年的贩毒案子 刚有了些眉目 这才不得不将重心和人手都抽掉走 以至于王献江 这个副组长手下 只有一个台伟可以使唤 幸好台伟年轻 经历好 脑子也灵 进会议室后 马上打开幻灯片 指着屏幕上的死者照片 回报起来 胡局 经过几天的排查呢 那三具女尸的诗缘啊 终于确定了 这一号死者呢 名叫杜元 女33岁 生前呢 是纺织研究所 后勤处员工 啊 已婚 育有一子 居住于本市 和平区泰山路 168号 3月17日 由其丈夫 向辖区派出所报案是东 这二号死者呢 杨新倩 女27岁 女27岁 生前呢 是市第四人民医院 儿科护士 已婚 未遇 居住于本市宽平区 柳条湖路 87号 4月6日 由其母 向辖区派出所 报案是东 3号死者 孙慧 女 31岁 生前呢 是市属机关 第一幼儿园教师 李懿 未遇 居住于本市 北关区 小南一路 22号 5月10日 由其母 向辖区派出所 报案失踪 台卫说完 验尸结论后 幻灯片上的图片 切换成了三张地图 分别地标出 三名死者 在失踪当天 可能走过的路线 看起来 并不是特别复杂 孙慧失踪当天 是工作日 幼儿园下班的时间 是五点半左右 根据他妈妈 和同事提供的情况 孙慧平时 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通常的路线 是从第一幼儿园 正门出发 左转进入惠敏路 到丰收大街右转 在小南一路左转 一直向南骑行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孙慧回家 全程需要40分钟左右 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消失的 台北介绍完毕 收好换灯片 有些紧张地 看着胡副局长 合着叹了口气 将烟头 暗灭在烟灰缸里 疲惫的精神 展露无一样 孙慧的自行车 找到没有啊 没有 那是一辆 很普通的女士车 我们去了本市的几个 二手自行车交易市场 没发现这辆车 一号死者 在聚餐晚归的路上失踪 二号死者 是在外出购物返家的途中失踪 这三号死者 则是在下班路上失踪的 是吧 是的 方案时间不一样 出行路线不一样 一个成功交车 一个骑车 一个不明 他们的行踪 没有交叉点吗 王县江看看台尾 后者心领神会 把三张幻灯片 叠放在了一起 幻灯片上红色的线条 顿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却没有一处 相同的交叉点 目前还没发现 三个人行踪的交叉点 或者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线索 非常的少 这哪是很少啊 这压根就没什么线索 那接下来 你们打算怎么办 根据现有的线索推断 尸体应该原本是 被抛在了下水道里的 因为5月23号那场暴雨 才被冲进了魏红渠 所以我们打算下去看看 下去 去哪儿 下水道 地下官网有多大 你们知道吗 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我知道地下官网有多大 我们已经提前找了 市规划院的同志 也考虑了雨量 流速之类的因素 还是没法判断 尸体被冲出来之前 在下水道里的位置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捞捞这根针了 否则我们真的 只能束手无策了 行吧 你们呢 就先这么干 不过 别把宝都压在这条线上 群访什么的 该展开就展开 有情况 第一时间汇报 说吧 胡副局长挥了挥手 走出了会议室 台委关掉了换灯机 小心翼翼地看着 王贤江的脸色 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说得好听 也不多派点人手 师傅 咱们接下来干什么 联系规划院那位陈老师 你再弄几个防毒面具来 我们今天就下去 下午三点 台委和王贤江 赶到了卫红区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已经等在那了 从车上下来一个 戴着眼镜的瘦长男子 跟王贤江握了握手 王警官 咱们电话里沟通过 我是市规划院的 我姓陈 陈老师 你好 王贤江还想说点什么 台委已经从车的后备箱 抬了一个大大的帆布包出来 拉开一看 里面是一些防毒面具 塑胶手套 长靴 还有一个浅水瓶模一样的东西 王贤江皱了皱眉 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空气呼吸器 陈老师说用得上 没错 里面空气稀薄 含氧量很低的 王贤江有些吃惊的 撇了一眼管道口 铸铁网山 还垂在旁边 没有装伤 这不是开放的吗 我市的下水管线 有47公里 位于地下五米深 不带空气呼吸器 走不了多远的 行吧 咱们就从这儿下去 台北 设计院之前给的那张图纸 你带了吗 带了 不过那张图真的太复杂了 我觉得没啥帮助 不用了 我带了一张新的图纸来 说着 陈老师从皮包里 拿出一张设计图纸 管道分布的比较明确简单 不过上面的标识 都是日文的 咱们是啊 比较特殊 当初日本人作为殖民者 占领着的时候 就对地下管网 实行了雨水和污水的分流设计 而这条冲出了尸体的管道 就属于雨水管网系统 所以啊 我们只用看这张 雨水管道的设计图就够了 那应该容易多了 哎 不见得呀 原本管道就不短 这日本人呢 还把它给施工延长了 达到了二十多公里啊 其中错综复杂 没地图很可能会迷路 不过 雨水管的网管要宽敞线 进去搜索 问题不大 行 先下去看看吧 穿好了设备 三人跳下了卫红区 游到了下水管道口 费了些功夫才爬到了管道 台尾打开了强光手电 看向漆黑的管道里头 入目所及都是反光的积水和潮湿的暗绿色管壁 看不到尽头的黑暗 就像是一头责任而始的怪物 想要将那一点微弱的手电光也尽数吞没 三个人伸一脚浅一脚的在管道里走了几分钟 呼吸声都渐渐的沉重起来 前方却依旧是昏暗一片 不明就里就被派过来支援的陈老师突然开口 我说两位同志 你们来这下水道究竟是要找什么呀 找找看的三具尸体是从哪里被冲出来 也看看这下水道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尸体 什么 难道不知死了三个 人鱼第三集 一枚笑灰 地下管道里 陈老师被王县江的话吓得脸色苍白 走在最前头的台尾转过头来安慰他 陈老师 你别害怕 尸体什么的只是猜测 我们这次下来主要是找抛尸地点的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管道呈半圆形 内径在两米左右 三个人一字排开 行走其中道也没有什么困难 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 管道内尚有未排空的雨水 深度大概十五厘米 即便是穿着防滑的长靴 也能感受到管道底部那滑溺的淤泥 台尾走在最前面 几乎一模一样的景致 很快就让他感到视觉疲劳 只能一步步机械性地向前走 王县江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步履亮亮腔腔的 唯有陈老师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情绪中 似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具 面目猙獰的尸体出现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强光照射下的地面突然消失了 前方只剩下了一片虚无 台尾连忙停下脚步 门头走路的王县江 一头撞在他的后背上 不满地A压了一声 哎呀 陈老师则是吓得一哆嗦 赶紧退了两步 怎么了怎么了 前面不太对劲 好像没路了 我看看 哦 没事 倒管到节点了 前面应该有台阶 你注意脚下啊 台尾顺着陈老师的手电光看去 果然发现 前方几米远的地方 有两排斜向下的花岗岩台阶 台阶上同样很湿滑 应该是长期被雨水冲刷的缘故 台尾走到台阶边侧过身子 慢慢把王县江和陈老师扶了下去 等到三个人全部站稳 台尾打开手电筒 扫拭四周 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三个人现在身处一个高约五米 宽约三米 根本就看不到尽头的水泥空间中 空间的顶部是圆弧形 拱壁两侧各有一个管道口 直径与他们过来时的管道相同 台尾用手电筒照向远处 发现拱壁上每个一段距离 都会出现这样的管道口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是通往卫红区的主管道 那两边的管道口呢 都是出口管道 我们进来的那个管道 就是其中之一 这如果暴雨积水 这雨水就会先汇聚到主管道来 然后通过这些出口 排放到各个水区里 这鬼子打正不行 但极箭搞得很扎实 当年在地下 修了好几个大型的雨水调去池 用来应付所谓百年雨的洪水 王献江也凑过来仔细地观察 不过他的心思并不在洪水上 现在看来 那三具女尸 很可能是从这些拱壁上的 管道口里冲出来的 又沿着主管道 漂流至卫红区下水道的出口 但新的问题是 三具女尸来自哪条管道 或者说分别来自哪几条管道 王献江和台尾对视一眼 脸色都不太好 台尾继续问道 主管道两侧的管道 一共有多少个 通向哪里啊 上百个吧 通往全是各处 够个日子 这可有得着了 台尾沉默了一会儿 沿着台阶走向拱壁上的其中一条管道 拿起手电往里照了照 要不要进去看看 还是算了吧 我们呼吸机里面的氧气量 已经不够了 况且管道太多了 你这就是在碰运气啊 可都走到这了 陈老师说的对 你现在进去也没什么用 还是先回去跟距离汇报 再想别的办法 陈老师如梦大赦 转身就朝台阶走去 台尾站了半天 有些气闷的台脚踢起了一片水花 浑浊的污水中 一个亮晶晶的物件腾空飞起 撞在了拱壁上 再次落入水中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台尾心中一动 赶忙走过去 他弯腰在管道内的积水中摸索着 几分钟后直起了身子 他的手里拿着一枚小灰 第四中选 这不就是顾爹跟我说的 那个失踪女孩的学校吗 这也太巧了吧 台尾握紧笑灰 回头看了一眼黑漆漆的管道 他沉默了良久 最终又转过身 回到了地面之上 此时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陈老师和王县江打了声招呼 自己开车走了 王县江回头看了一眼浑身是泥 心事重重的年轻徒弟 调侃了一句 怎么 魂丢下水到里了 不是 师父 台尾想了想 还是决定把事情的原委告诉王县江 包括那枚寺中的小灰 顾爹口中失踪的女高中生 王县江听完之后 表情有些耐人寻味 仅凭一枚笑灰 你就判断有个高中女学生在下水道里失踪了 我只是觉得有可能 你觉得个屁 接警记录查了吗 查了 结果呢 没 没人报警 谁家孩子失踪不报警 台尾 把心思放在案子上来 哦 王县江叹了口气 没有再继续责备他 而是转身看着魏红渠的水面 若有所思 你说 将来会不会有这种技术 全市都怎么按上摄像头 谁都讨不过咱们的眼睛 大概会吧 5月28日 距离524连环杀人案过去了已经四天了 在确定了失源 并进入下水道初步侦查之后 王县江和台尾仍然没有获得更多的线索 由于本市的雨水管网共有27公里 支线极其复杂 逐条进行搜索难度很大 是公安局申请联合承建局和承管局一起排查 目前尚未得到两个单位的回复 台尾因此得了空 一大早便开着他那辆北京吉普 来到顾浩所住的居民小区 说起顾浩这个老头 台尾有的时候觉得他比自己还要几 老头子这一辈子都没有娶其生子 那是标准的孤寡老人 他在退休之前 在玻璃纤维厂当了几十年的保卫科长 更年轻的时候 还和台尾的父亲台智亮一起在部队当兵 两个人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兄弟 台尾从小就任了顾浩当干爹 自打前几年台智亮因病去世 顾浩就变得更加孤独了 于是台尾没事就喜欢往他这跑 车挺好 台尾从后备箱里拖出了二十斤大米 一桶豆油 吭吃吭吃地跑到了顾浩家所在的一零二室 老顾 顾大爷 顾爹 快开门啊 门应声打开 老头躲在门口 没好气地瞪了台尾一眼 你长暗子那么忙 还过来找我干嘛 我这不是关爱退休老同志吗 这些东西都是我妈卖给你的 放我后备箱好多天了 我今天刚得空就赶紧送过来了 哎呀呀呀 快让我进去 拿不住了 顾浩侧过身 放这个兔崽子进了门 台尾轻车熟路地把东西放好 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 拿起一本杂志在身前扇风 好热呀 顾爹 这天你能睡着吗 不然我给你弄台风扇嘛 不用 昨天拜托你查的那件事 哦 对 我就是为了这事来的 我问了寺中教务处 人家说寺中的高中部 根本就没有姓苏的女学生 没可能啊 最关键的是 我们局里也没有收到 女高中生失踪的报案 顾爹 你跟我说实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女孩是谁 顾浩沉默了半晌 从怀里摸出了一根烟 狠狠地抽了一口 隔壁的邻居 邻居 对 我隔壁的101室 住着一家人 姓苏 是两年前搬来的 平时深入简出 我对他们的了解有限 只知道护主老苏 是玻璃纤维厂装协队的 老婆姓杨 家庭妇女 家里有两个孩子 大的就是那个女孩 小名叫琳琳 小的是个男孩 十二三岁的样子 没有上过学 两个孩子 超生的吧 没法上户口 肯定不能上学 嗯 说起来 这件事还跟你小子有关 啊 怎么就扯到我了 一个月之前 我因为腰痛去了医院 医生说是肾结石 非要我留院治疗 我觉得住院费太贵了 就让医生开了几盒药 回家来休养 我当时都说了我给钱呢 说到底您还是怕麻烦我和我妈去医院照顾你吧 闭嘴 您到底听不听 听听听 您说 您说 一个月之前 顾浩从医院回来之后 台尾不知道从哪里 清来了一个治疗肾结石的偏方 说是每天吃两个煎蛋有用 于是便给顾浩送了五斤鸡蛋过来 先不说偏方管不管用 但好歹方便 而且都已经送到了 不吃浪费 于是顾浩每天晚上都煎两个蛋 全当时也消了 这栋老式住宅楼的厨房是两家共用的 各自出煤气罐就行了 有一天晚上 顾浩刚煎好鸡蛋 因为一点事离开了厨房 再回来的时候 发现锅里的两只煎蛋已经不翼而飞 顾浩的首要怀疑对象 就是和自己共用厨房的苏家 至于到底是谁干的 他心里也有数 老苏和他媳妇都是爱沾便宜的人 经常趁顾浩不在的时候 偷用他的煤气罐 撞见过两次了 就说是自己家煤气罐没气了 临时借用一下 不过顾浩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老苏家收入不高 还养着两个孩子 生活压力很大 但是他们对俩孩子的态度 让顾浩真的有些看不下去 作为超生黑户的小男孩 虽然随时可以让父亲丢了工作 但他毕竟是能让苏家 相伙延续下去的独苗 这两口子对孩子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因此惯了一身的毛病 至于大女儿 那乖得多了 她长得是高高瘦瘦的 脸色苍白 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回家后除了写作业 那就是做家务 很少见她说话 偶尔遇到了 女孩还听懂礼貌 会躬身 叫一声顾大爷 这次鸡蛋事件 不用想 肯定是那个无法无天的小男孩干的 顾浩表面上不动声色 第二天晚上又见了两个蛋 只不过在里面狠狠地放了三大勺的盐 关火之后还故意走到门口 大声说了一句 老张啊 等会儿 我马上就过去啊 随后 顾浩悄悄地溜回家 贴在门上 听着101的动静 果不其然 几分钟之后 对面的铁门小心翼翼地打开 一个小小的身影 溜进了厨房 你这个小兔崽子 被我逮到 怎么是你啊 人鱼 第四集 不存在的女孩 一个月前的深夜 在昏暗的公共厨房里 顾浩满心以为偷吃自己 煎蛋的是苏家的小儿子 然而等他人赃并获的时候 预料中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橘黄色的灯光下 苏家的大女儿苏林 宛如一只受了惊的小兔子 一只手捂住眼睛 另一只手还捏着咬了一口的尖弹 片刻之后 女孩的肩膀开始抖动 亮晶晶的泪水 从指缝里流淌出来 顾浩慌了 手忙脚乱地上前安慰 你别哭啊 我又没怪你 对不起 顾大爷 我 我刚下自喜 没吃饭 你怕妈呢 带弟弟去给爷爷奶奶扫墓了 我 我 我太饿了 真的对不起 昨天也是你 我以为 是你吃剩不要的 顾浩沉默了一会儿 把锅里冷掉的鸡蛋 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重新打开煤气灶 拿了两个鸡蛋出来 你去洗洗脸 哭得跟小花猫似的 顾大爷 再给你做两个尖弹 苏林愣了一下 把又要流出的眼泪 跟沈了回去 她乖乖地洗了个脸 再回到厨房的时候 两只香喷喷的鸡蛋 已经出锅了 顾浩一边是一女孩 坐在椅子上 一边把盘子端给了她 啊 就这点够嘛 再来点馒头片 啊 不用不用 这就很好了 谢谢顾大爷 哎呀 谢什么 我不该捉弄你的 我以为是你弟弟干的 他不会偷吃的 只要他想吃 我妈会给他做的 顾浩冷横了一声 没有说话 苏林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我爸妈对我挺好的 而且我弟弟正在长身体嘛 嘿 你就不是啦 你才多大 不也是孩子嘛 哎 我是姐姐嘛 姐姐让这弟弟是应该的 对吧 哎 快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深夜的小厨房 昏黄的灯光下 一个默默吸烟的老人 一个大口吃着煎蛋的女孩 人间烟火 不过如此啊 女孩很快就吃完了煎蛋 手脚麻利地洗干净了盘子和煎锅 向顾浩深深地锯了一躬 谢谢顾大爷 两个鸡蛋而已 有什么好谢的 你平时几点下晚自习啊 啊 九点 以后下了晚自习就过来 我给你煎鸡蛋吃 不行不行 那样太麻烦您了 而且我爸妈知道了会骂我的 你不会不让他们知道 就这么定了 我放灶台上 你吃了就走 不用洗盘子 别弄出太大动静 那 顾大爷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暂时没有 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吧 好 女孩终于笑了起来 也许是吃饱了肚子的缘故 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红韵 她朝顾浩挥挥手 转身跑回了隔壁的衣领衣室 就这样 一老一少之间有了个秘密 顾浩每天晚上都把两只煎蛋 用盘子盖好放到灶台上 早上起来的时候 盘子被刷得干干净净 放在橱柜里 不是不让那孩子喜吗 哎呀 也不知道 他究竟有多小心翼翼 才能在洗碗的时候 不会发出被父母发现的声音呢 偶尔顾浩还会在门把手上发现刚刚采回来的新鲜野花 不用说 那肯定是隔壁小女孩的小小心翼了 这种默契持续了一个月 直到五月二十三日的暴雨夜 那天之后顾浩发现 自己放在厨房里的煎蛋 再也没有被人动过 听完故事的台尾又叹了口气 他思索了片刻 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正物袋 里面装着那枚寺中的笑灰 这是 哎 古爹 这笑灰是我从发现尸体的下水道里找到的 师父说它跟案子无关 但我 哎 您就当我神经病吧 不管怎么说 事情太巧了 这东西我就放在你这 你可要好好保管啊 行吧 苏林的事情 你还能继续查吗 能啊 既然知道了苏家的地址 我去护肌科那边问问吧 学校里没这个人 总不可能家里也没有吧 事情交代完了 台尾饭也没吃 急匆匆的就赶回到了公安局 顾浩始终觉得心里有些不安 做什么都没滋没味的 天黑下来以后 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 是台尾打过来的 怎么样了 顾爹 我查到了 苏家户口上 只有三个人 除了苏家两口子之外 就是那个叫做苏哲的小男孩 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有什么苏林啊 您说的那个女孩 她 真的存在吗 顾浩呆呆地挂掉电话 沉默地点上一根烟 望向窗外逐渐暗淡下来的天色 直到燃尽的香烟绕到了手指上才回过身 赶紧扔掉了 赶紧扔掉烟绕 苦笑着摇紧扔掉了 难道说苏林真的不存在 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 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到这种程度吧 不 也有可能 苏林只是老苏亲戚家的女儿 因为读书寄宿在这边 所以她不在苏家的户口上 至于为什么不来吃煎蛋 大概就是单纯的不爱吃了 或者被老苏两口子责怪了 这个年纪的小孩正叛逆呢 她的心思也不是我这个老头子能够理解的 哎呀 算了 这样也好 还省了两个鸡蛋 本来也不关我的事 隔壁苏家都不着急 我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啊 顾浩向后一躺 舒舒服服地靠在床铺上 开始盘算晚上要不要吃点什么 以及如何打发今天剩下的时光 然而 等她睁开眼睛 目光却无意识地落在了写字台上的啤酒瓶里 那儿插着遗书已经开始凋零的野花 可那孩子到底去哪儿了呢 辍学了 不大可能啊 学费老苏还是能供上的 而且孩子都高二了 据说成绩不错 没必要这时候辍学啊 难道生病住院了 看隔壁那家人的样子也不像啊 不行 我一定得弄清楚这个问题 不然今晚肯定睡不着 顾浩本来打算给台伟打个电话的 却突然看到放在桌子上的那枚寺中的校灰 他立刻有了一个新的主意 对 去学校问啊 虽然不知道那孩子的具体班级 不过同学或者老师应该有眼熟的吧 甚至说不定还能等到他本人 打定主意 顾浩立刻换了十衣服准备出门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他记得女孩说过 自己是九点下晚自习 现在过去刚刚好 顾浩打开门 隔壁的101室仍然毫无动静 这些天老苏家其实也很奇怪 白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甚至连那个不能上学的小男孩都不在 一到深夜就会传来刻意压低的谈话声 顾浩仔细地分辨过 那谈话声里的女生只有一个 来自于老苏的老婆 顾浩也想过干脆就找老苏问个清楚嘛 可她始终没有遇到什么好的时机 总不能大晚上过去敲门吧 直接问她你们家姑娘去哪了 大概内心深处 顾浩也在害怕 怕老苏家的回答是 我们家只有三口人 顾浩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寺中还没有放学 她只能一边抽烟一边等着 没过多久 来接学生的家长多了起来 相熟的就聚在一起聊天 顾浩一个人在昏黄的路灯下 看上去和其他人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下课铃声响了 安静的校园逐渐复苏 伴随着喧闹声 成群的学生从教学楼里奔涌而出 一模一样的蓝色校服就像是海浪 涌到校门口变成涓涓的细流 分散向四面八方 大浪很快就过去 只剩下几个零星的学生 顾浩赶紧上前 向他们一一打听苏林的消息 可是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就在顾浩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小姑娘 慢吞吞地走出校门 她功倍低头 瘦瘦高高的 模样和气质 和苏林有那么一些像 顾浩立刻打了一声招呼 同学啊 不好意思啊 有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你 那女孩是一脸的心事重重的模样 根本就没有听到顾浩的话 直到老人站在身边 她才抬起头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啊 大爷 您叫我吗 学校的学生都走了吗 应该走了吧 教学了都快要锁门了 您是来接人的吗 没等到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高中部的 高中部的 女生 长头发 单眼皮 鹅蛋脸 跟你差不多高 大概叫苏林吧 或者其他人喊她林林 您认识吗 花音刚落 小女孩的脸色瞬间惨白 似乎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她瞪圆了眼睛 愣了半上 突然慌乱的摇了摇头 哦 没 没见过 不认识 小女孩 慌慌张张的 跑远了 顾浩有些 不知所措的 站在原地 苏林的存在 再一次被否定 一股无力感 涌上了心头 学校户口 家人 都跟我说 没有苏林这个人 难不成 之前真是我的幻觉 顾浩浑噩噩地回到家 很久才想起来 自己晚上没有吃饭 这会儿肚子 已经开始唱起了 空城记了 她从冰箱里 拿出一块五花肉 几个土豆 打算简单地炒个菜 再煮一点白米饭 刚在公共厨房 忙活没多久 楼道里突然 传出来一阵动静 似乎是隔壁 101式的老苏一家 回来了 顾浩转过头去 看到老苏两口子 满脸疲惫地 站在门口 而那个叫苏哲的男孩 则蹦蹦跳跳地 到处乱跑 背上背了一个 崭新的树包 听到厨房里的 做菜声 老苏看了过来 勉强笑着打了个招呼 哈 老顾大哥 这么晚才吃饭呢 嗯 有点事 你们今天 回来得挺晚的 我们 我们今天 下个碗子去了 苏哲兴冲冲地 打断了父亲的话 表情十分的兴奋 顾浩挑起眉头 装作好奇的样子 哦 这是有什么喜事啊 嗨 没啥 都是这小子闹着要去 书包也买了 小孩能上学了 嗯 哎 这名额可不容易啊 顾浩是只觉得一阵口干舌燥 他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看向这幸福和谐的一家三口 最终还是问出了那个困扰他好几天的问题 你家大女儿呢 叫苏林吧 她没跟你们一起去吃饭吗 人语 第五集 犯罪地理画像 深夜的公共厨房里 问完问题的顾浩 觉得自己正在等待审判 他明显地感觉到 在自己说出苏林这个名字的时候 老苏两口子的神色突然大变 老苏犹犹犹豫豫地眼神闪躲 老苏的老婆则把脸转到一边去 肩膀微微地颤抖 不过幸好 老苏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否定苏林的存在 而是结结巴巴地回答 苏林呢 她没在家里 这句话已经明确表明 苏林是老苏家的女儿 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 顾浩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心中却更加疑惑起来了 他去哪儿了 你问这个做什么 哦 就是我干儿子 给我买了个录像机 都是外国字 我寻思你家闺女不是学过英语吗 让她帮我翻译翻译 我会 我也会英语 顾大爷 我来帮你翻译吧 你会个屁 给我回去 几个人说话的同时 老苏的老婆已经打开了101的大门 快步地走了进去 顾浩弯下摸了一摸苏着的头 你呀太小了 你姐姐去哪儿了 我姐去亲戚家了 苏折 赶紧进屋 把书包给我放下来 马上睡觉 这都几点了 你明天还要上学呢 老苏把苏折赶进了房间 又转过脸 一脸 还有事吗的表情 顾浩顺着他刚才的话 说了下去 哦 姑娘去亲戚家了呀 那什么时候回来呀 暂时不回来了 高口结束之后再说 为什么呀 那边高口路去县第一 哪儿啊 这么好 就南边的一个大城市 老顾啊 我得回去休息了 行 不打扰你们了 顾浩目送着老苏一家人消失在门口 再把做好的菜端回到房间 他坐在饭桌前心不在焉地捧着此碗 每吃几口都要停下来喘气 仿佛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一样那么难受 吃到一半 外面突然 溪哩哩哩的下起了小雨 顾浩放下碗筷 正正的看着窗外 他不喜欢下雨 最近的每一场雨带来的都是不好的消息 例如台尾正在办理的那起案子 不知道那三个可怜的女人 有没有被带回到各自亲人的身边 而那些人经过长久的等待 看到的却是腐败不堪的尸体 想必都会天塌地陷吧 下落不明和确定遇害 哪一种更让人容易接受呢 应该是下落不明吧 至少还有个希望 可是苏林呢 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隔壁的房间 隐约地传来了苏家小儿子的笑声 这让顾浩越发清晰地想起了一个月之前 苏林在厨房里捂着脸哭泣的模样 她突然有些难过 因为今天的雨带走了很多东西 包括两个倒扣在一起的盘子 两只剑弹 门把手上的野花 以及那个女孩的消息 顾浩不知道这些对她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一个活了六十年的人 上过战场 查过案子 阅人无数 满身风霜 而一个女孩的出现和消失实在算不上什么呀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大概就是如此 没有征兆 没有预告 有时候 有时候连道别都没有 不管那孩子在哪儿 都希望他能好好读书 吃饱饭吧 可千万别是出事了呀 窗外的雨声 渐渐地变成了单调的旋律 已经是深夜了 顾浩的眼皮 开始慢慢地垂下 看着桌上没有收拾的碗筷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到了床边躺下 浓重的睡意猝然袭来 她连鞋子都没有脱掉 就陷入了沉沉的睡眠 恍惚间 顾浩听到了一阵诡异的敲门声 她迷迷糊糊地从床上下来 打开门低头往外一看 隔壁那个叫苏林的女孩 就站在门口 她满身的泥水 吃着脚 哀伤地看着顾浩 像是在求救 顾大爷 顾浩猛地惊醒 她喘了一口气 看着窗外依旧沉沉的天色 看着那束凋零的野花 她突然下定了决心 使出反常必有妖 大家都想否定苏林的存在 这件事一定有蹊跷 我得继续查下去 老苏说苏林转学了 可学校那边又说 最近根本就没有学生转学 或者退学 那姑娘也确确实实不在家里 所以是老苏在撒谎吗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说苏林生病了 还是说她已经 顾浩想到了卫红区里 冲出的三君女士 随后连连摇头 否定了这个猜测 不会不会 如果苏林被害或者失踪了 1011市肯定会报警 不可能还开心地去下馆子 另外 户口的事情也很奇怪 苏林如果是苏家大女儿 还上了这么多年的学 按照政策 肯定是有户口的 但为什么大委会说 户口上只有老苏两口子 和那个小男孩呢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苏林他究竟去哪了 就在顾浩决定继续调查下去的时候 市公安局的灯也亮了一整晚 早上王献江走进专案座的临时办公室 发现只有台委一个人 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的 不由得大感恼火 前天去下水道侦查过后 他立刻给胡副局长汇报了情况 想要调集更多的人手 来进行走访排查 可到头来 这间办公室 依旧只有他们师徒两个人 王献江把手里的文件 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吓得台委一个机灵 师傅 您可吓死我了 其他人呢 昨天是来了几个 不过陆陆续续的都走了 大家手里还有别的专案 那这样子还破不破了 别的案子有更多的线索 咱们这个 说话大声点 咱们这个案子 靠咱师徒俩就能搞定 王献江扑哧地笑出了声 拉开凳子坐了下来 行 那你说 要怎么搞定 我觉得咱们可以换种思路 什么思路 这个案子的线索太少了 咱们现在除了知道三个死者的身份外 没有找到目击者 交叉点 甚至都不知道作案地点 我觉得老办法不管用了 所以昨天下午去了一趟追大 拜访了一位教犯罪心理学的老师 乔允平 我知道这个人 他以前帮咱们做过犯罪心理分析 是 这家伙真有两下子 我把案件情况一说 他就提出了一个新方法 叫做犯罪地理画像 地理画像 没错 说是美国人搞的玩意儿 我先学先卖 跟您介绍下啊 说着 台卫拿出一张本事的地图 指着上面勾勒出来的红线 师傅 不管什么案子 咱们最后的目的都是找到嫌疑人 对吧 废话 这个案件的嫌疑人呢 肯定住在本市 也就是说 在这张地图的范围内 而乔老师所谓的犯罪地理画像呢 就是根据线索 推理出嫌疑人的行为规律 生活空间 从而指向他最可能的定位点 具体怎么操作 我先跟您说几个基本前提吧 首先 大多数嫌疑人是随机选择作案地点的 但其实呢 这些选择跟嫌疑人对空间的感知分不开 比方说啊 嫌疑人会选择他自己觉得安全 或是熟悉的地点 就像是他自己的居住地 或者工作场所附近 有点道理 你继续说 其次 如果是连续作案 最初的案件就很重要 因为在初期 嫌疑人肯定很慌 没那么强的反侦查意识 会留下比较多的线索和物证 不过呢 随着他继续作案 手法就会升级 心理状态呢 也会越来越自信 甚至赶去相对陌生的地点尝试犯案 比如 更远的地方 没错 一个叫坎特的美国犯罪心理学家提出了圆周假设 他把那些连环杀人案件中 距离最远的两处案发地点连成一条直线 然后就以这条线作为直径 画出一个圆 就可以囊括所有案发地点 而嫌疑人呢 很可能就住在靠近圆心的地方 为什么 嫌疑人初次犯案 因为害怕暴露 不太可能会选择离家近的地方 而他选择的这个地点呢 与他家的距离 可以称为最舒适的距离 当嫌疑人进行第二次犯案的时候 初次的作案地点呢 已经不够安全了 他很可能会在保持舒适距离的同时 选择其他方向 距离相等 方向不同 看 这就是个圆圈啊 另外 乔老师还提到了一个缓冲区 你说这么多有屁用 咱们现在只知道 尸体是从下水道里冲出来的 至于那王八蛋是怎么跟被害人接触 在哪里制服了被害人 事实强奸杀人 统统不知道啊 您别急啊 我这不是在分析吗 咱们现在大致掌握了 三个被害人的生活和工作地点 日常习惯 失踪当日的出发地 打个比方 第三名死者 孙慧 他当时是从幼儿园下班 骑自行车回家 途中经过了惠民路 丰收大街小南一路这三条路 咱们就可以通过对这些路的实地勘察 分析出最有可能的作案地点 你那叫分析吗 那叫猜 不然呢 咱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王现江看着那张乱糟糟的地图 思索片刻 掏出一根烟来点燃 突然长叹一声 行吧 今天就先去这几个地方转转 那喂 你去开车吧 好嘞 到时候还得靠师傅您的丰富经验 滚蛋 台尾屁呆呆地跑出了办公室 王现江默默地抽着烟 目光一一扫过那些满是标记的地图 清晰残忍的现场照片 错综复杂的线索版书 突然他将烟头暗灭 盯着那张在卫红渠旁拍摄的现场照片 在漂浮的肮脏河道上面的三具女尸 已经找到了各自的人家 可是王现江和台尾仍然需要与时间赛跑 因为他们不知道 那折服在黑暗中的凶手是否会继续杀人 那漆黑复杂的下水道里 是否还会出现下一个受害者 人鱼第六集流浪汉 市公安局里 在决定了外出调查之后 台尾和王现江很快便开着车 来到了士属机关第一幼儿园的门口 这里是第三名死者孙慧的工作单位 也是他在失踪之前所能确定的出发地 台尾掏出一张地图 指了指几十米开外的那条惠民路 孙慧的同事说他平时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多数情况是独行 案发当天他正常上下班 下午五点半左右离开幼儿园 按照通常的路线来说应该就是在这所转 进入惠民路 过去看看吧 留着边慢点开 北京吉普缓缓前行 驶入了惠民路 台尾开车 王现江就盯在路边 视线一一扫过那些 围墙 书豹亭 水果滩 居民楼 偶尔他会让台尾停车 下车去核实一下那些僻静小胡同里的情况 排除孙慧进入的可能性 十几分钟后 吉普车开到了惠民路和丰收大街的交汇处 这里是本市的主干路之一 路面宽敞 行人和车辆都很多 台尾把车停在路边 跟王现江讨论起来 师父 孙慧消失的时间是晚高峰 这条路上正热闹着呢 不太可能是作案地点吧 强弩是不太可能 但如果被害人是自愿跟他走的呢 但这样说不通啊 我们之前分析过 那个王八蛋应该是个低收入者 穿着打扮 谈吐应该都不怎么样 孙慧会毫无提防地跟他走吗 不仅是他 另外两个被害人都存在这个问题 凶手是怎么跟被害人接触上的呢 台尾没有说话 耐心地等待着师父思考 王现江沉默了一会儿 挥挥手下达指示 先按强弩的思路来 找皮静住 好 台尾发动了吉普车 沿着丰收大街快速前进 又转入小南一路 王现江扫了一眼就意识到 没有必要慢慢探查了 因为路边全是高高的围墙 岔路只有两条 不远处就是孙慧的家 北关区小南一路22号 这一片是材料试验机场的家属区 封闭式的 没有圆墙 吉普车前进了一段距离 这才找到了左侧家属区的小门 而小门对面是一片空地 被铁皮完全隔离开来 王现江指了指蓝色的铁皮文 这是什么地方 看地图上显示 这儿原来是边压气场 估计是拆迁了 要建商品房吧 就这儿吧 下车 两人从车上下来 沿着蓝色铁皮向前走了几十米 终于看到一块被扯开的铁皮 缺口刚好可以容一个人通过 我进去看一下 你在这附近逛一逛 好 王现江进入了被蓝色铁皮围住的空间 台尾则在附近转悠 试图从地面上找出一点可疑的线索 但他心里清楚 这大概率是徒劳的功夫 师父说的对 如果真的有一双 在天上始终圆睁的眼睛就好了 所有的罪恶都将无所遁形 突然 台尾的注意力被路边一个下水井盖吸引了 左右看看 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 走到井盖旁 将树枝插进排水孔里 找好角度 用力一提 刺耳的摩擦声中 竟该脱离原位 直径半米的井口 露了出来 台尾捂着鼻子 弯腰往井里望去 即便现在光线充足 井底也只能隐约看见 翻滚的杂物和污水 混杂着刺鼻的气味 排向城市周边的河流 与沟渠之中 即便只是在下水道里待上几个小时 也是难以忍受的吧 所以这些被害人 到底是从哪里消失的呢 台尾咬着牙 把井二归位 他刚直起身子 突然察觉到自己背后有人靠近 台尾迅速回头 就看到一个衣衫蓝绿 蓬头垢面的流浪汉 正站在自己的背后 他的手上还握着一把 秀极斑斑的铁钩 疑惑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敌意 台尾愣了一下 正要问他些什么 王贤江已经从铁皮缝里走出来 招呼了一声 大尾 把地图拿来看看 哎 来了 果然 家属区的正门在右边 下班之后 多数员工都会从正门进入 那么这条路 应该很少有人走 师父 你的意思是 这儿就是孙惠失踪的地方 有这个可能 毕竟在自己的家门外 最容易放松警惕啊 台尾苦笑一声 用嘴咬掉笔帽 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圆圈 两个人又在附近调查了一圈 台尾一边走一边问 师父 你在鞭鸭气场里面 发现什么了没 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满地的荒草 看样子已经废弃一段时间了 只有几个流浪汉 在里面翻东西 估计是想找点金属铁皮 拿去变卖吧 流浪汉 对了师父 我刚刚 台尾想把那个奇怪的流浪汉 指给师父看 可他转过头去 却发现自己身后的街道上 空空如也 唯有那个孤零零的下水井盖 看上去分外刺眼 奇怪 人呐 刚才还在这儿的 算了 办正事要紧 台尾与王献江的调查 暂时毫无结果 顾浩这边已经想好了初步的调查计划 这天晚上 他再次来到寺中的门口 决定好好找学生们打听打听苏林的事情 刚到学校门口 顾浩就注意到一位独立于人群之外的母亲 他看上去三四十来岁 样貌穿着都很普通 只是动作十分的焦躁 一直在学校和街道上来回的视察 似乎是在躲避什么人 就在这时 下课铃声响起 那位母亲匆匆地跑向学校门口 却一不留神 被马路边的石头绊了一下 整个人摔倒在地 跨包也脱手而飞 这位摔倒的母亲 名字叫做江玉叔 今晚是专程来接女儿江婷回家的 江玉叔早年和自己的前夫孙伟明离了婚 独自一人抚养江婷 白天上班 晚上回来还要做饭 其实并没有什么时间来接女儿放学 幸好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江婷 十分的乖巧懂事 放学了就乖乖地坐公交车回家 从不让江玉叔担心 可是前几天 有两件事打破了江家平静的生活 第一件事就是 离婚多年的前夫孙伟明突然找上门 说他因为工作调动 马上要去北京了 想把江婷接过去读书 一旦孩子落了北京的户口 起跑线会比别人高很多 江玉叔自然不可能答应 同时他又有些奇怪 孙伟明的出轨对象明明是给他生了个儿子的 为什么他突然又对女儿执着起来了呢 其实当年离婚的时候 孙伟明和江玉叔就女儿的监护权问题吵了好一阵 论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 孙伟明比江玉叔强得多 但是江玉叔死也要把女儿留在身边 加上江婷从小就和妈妈亲 到最后身为过错方的孙伟明 只能乖乖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把房子和女儿都留给了江玉叔 至于第二件事情 就是江玉叔发现 江婷这几天似乎是有什么心事 她总是一个劲地发呆 心情看上去也不怎么好 无论江玉叔怎么问 江婷都拒绝交流 江玉叔担心女儿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 或者是谈恋爱了 干脆今天就来接她放学 没想到这么巧 江玉叔刚到学校门口 就在吵闹的人群外 看到了前夫孙伟明的车 果然 这个家伙还是不死心 肯定是想骗江婷跟她去北京 江玉叔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她慌乱地收拾了一下准备起身 却发现自己的胯包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正在着急的时候 一旁有人递过来胯包 江玉叔接过来 抬头发现是一个精神绝朔的老头 谢谢 说完 江玉叔赶紧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挤进了接送孩子的家长里 伸着脖子朝校园里张望 一向慢吞吞的姜婷 果然在最后一批才出来 江玉叔冲她挥了挥手 小声地喊着 婷婷 妈在这儿 妈 你怎么突然来接我了 是要带我去吃好吃的吗 先回家 江玉叔拽着一脸莫名的女儿 慌忙地穿过马路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匆匆的脚步声 紧接着 前夫孙伟明的声音响了起来 停停 江婷下意识地回头 看到爸爸脚步飞快地往这边走 正要招呼 他却感到妈妈的手越发地用力 几乎是拖着他继续向前 妈 你咋了 爸爸在喊我们呢 别理他 你们女儿俩 这是急着要去哪儿啊 我们 我们回家呀 还没吃饭吧 还没有 走 爸带你俩下馆子去 说着 孙伟明伸手 要去拿江厅的书包 一直闷头走路的江玉叔 突然爆发了 转过身 一把推开了孙伟明 没人跟你下馆子 孙伟明 上次在家里 我已经拒绝过你了 你别在外面不依不饶地 揪上我们母女俩 也不先丢人 话不能这么说呀 咱俩虽然离婚了 但我还是停停的爸爸呀 世界上哪有爸爸不心疼女儿的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停停 不管你怎么反对啊 总得征求一下她本人的意见吧 啊 是关于我的事情吗 妈 妈她到底 不管你的事 孙伟明我告诉你 别想一而再再而三地毁掉我的生活 停停 走 我们回家 江婷并不知道父母为何吵架 但看到一向温和的妈妈如此生气 她只能低下头 默默地跟着江玉书离开 一旁的孙伟明急了 走上前去 拽住江玉书的胳膊 我说江玉书 你讲不讲道理啊 我今天就想带女儿下个馆子 这你也不允许吗 她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滚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我安的什么心 来 你说说看 说啊 父母当街吵了起来 江婷夹在他们中间 既迷惑又尴尬 就在这时 一个眼熟的老人突然走了过来 就站在孙伟明的身边 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人鱼 第七集 知情者 寺中对面的马路边 江玉书和孙伟明当街吵了起来 突然 一个老人走了过来 一言不发地看着孙伟明 江玉书有些奇怪 因为他认出这个老者 正是先前帮他捡跨包的那个人 他不是来接学生的吗 没接到 至于孙伟明 他被老人盯得有些尴尬和气恼 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你有事吗 没事别看着呢 我没事 你干嘛呢 这跟你有关系吗 我认识你吗 跟我没关系啊 但是你好像 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太好啊 人家明显不想搭理你啊 老人用手指了指江玉书母女俩 孙伟明的火气更大了 这也是我女儿 这是是我前妻 你赶紧走 别管我家事 哦 前妻呀 那就是离婚了 不是一家人 怎么能说是家事呢 你懂什么呀 我是不懂 但是警察肯定能搞懂 不然我们报个警吧 你炮呗 我怕你啊 这时 一直沉默的江玉书突然开了口 孙伟明 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 你马上要升职 当总场的办公室副主任了吧 你那乌纱帽 带稳当了吗 孙伟明愣住了 他正正地看了江玉书几秒 最终 还是泄了气 行 你俩先回家吧 诶 成长 爸爸改天再来看你啊 不等女儿回答 孙伟明便大步地离开了 江玉书悄悄地松了口气 想要再次跟老人表示谢意 却发现老人笑呵呵地转过头 看着自己的女儿 江婷 我能问这个小姑娘一点事情吗 这个老人正是故号 他之所以过来帮忙 一是见不得有男人 当街为难一对手无腹肌之力的母女 二来 是他认出了江婷 他就是昨天说 不认识苏林的那个女学生 其实昨天 侦查经验丰富的故号 就已经从江婷慌乱的神色里 察觉出他可能知道一些什么 这次来寺中门口 也是希望能够再次遇见他 江婷也认出了这个眼熟的老人 他有些慌张地躲在江玉书的背后问 昨天咱们见过的 您今天也没有接到人吗 是啊 小姑娘 你是几年级的学生 高二 哦 那你认识的同学里面 最近几天 有没有因为转学退学 或者什么原因就突然消失的 话音刚落 江玉书就察觉到 女儿抓住自己的手突然收紧 她沉默片刻 还是摇了摇头 不知道 说吧 江婷便拉着妈妈快步离开了 在即将走到公交站的时候 她突然回头看了一眼 昏黄的灯光下 老人似乎叹了口气 身影显得格外的落寞 那一瞬间 江婷闭上眼睛 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她突然甩开妈妈的手 开始往回跑 妈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大爷 我有话跟你说 顾好惊讶于江婷的回马枪 看着气喘吁吁的小姑娘温和地问 小姑娘 怎么了 你之前说 你是来找苏林的对吧 你是她的什么人啊 家长吗 不 我是她邻居 只是邻居 那你为什么会 因为那孩子很有礼貌 对我很好 这几天 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我放心不下 一直到处找她 可就是找不到 你们学校甚至说 根本就没有一个叫苏林的学生 这怎么可能呢 顾好有些惊讶 因为在灯光的照应下 她看到眼前的小姑娘 神情悲伤 不可置信地 瞪着一双大眼睛 大眼 对不起 我撒谎了 其实我 我知道 从前几天开始 隔壁班就有一个女生 没有来上学了 我去打听过 他们班的人说 她叫苏林 可能是转学了 也可能是退学了 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孩子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可是 你以前 跟苏林认识吗 为什么 要专门去 隔壁班 打听她 我 我知道的 就这些了 大眼 再见 江亭冲着顾浩 鞠了一躬 她转身 跑向了等候自己的母亲 说完刚才那番话之后 女孩似乎如是重负 脸上也有了一丝 久违的笑容 妈 咱们回家吧 江亭书和江亭的家 在一栋离学校不远的居民小区里 母女俩回到家之后 江亭书陪着江亭吃了饭 写完作业 在即将睡觉的时候 她拉着女儿在沙发上坐好 轻轻地问道 婷婷 你最近是怎么了 能跟妈妈说说吗 江亭的情绪一下子低落起来 她低头摆弄着手指 声音几乎不可闻 没什么 不管发生什么 都可以跟妈妈说 不要让我担心 好吗 江亭沉默了片刻 突然俯下身 将头枕在江亭书的膝盖上 乖巧的样子 仿佛一只小猫 妈妈 如果我忽然消失了 你会不会去找我 那还用说 婷婷 到底怎么了 嗯 没什么 就是有些累了 江亭站起来 紧紧地抱了一下自己的母亲 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我去睡觉了 江亭离去后 江亭书愣了一会儿身 突然走回自己的房间 打开了桌子下面的一个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个衰裂的文具盒 小心地端向起来 说那是文具盒也不太妥当 因为它其实是某品牌营养液的包装盒 塑料材质的 盒边带着磁力扣 因为长时间的使用 盒盖上的商标和字样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不过它里面确实装着学习用具 包括铅笔 圆珠笔 橡皮 各种直尺 还有凉角器 江亭书看着文具盒 似乎透过它 又看到了那一天 他清楚地记得 这一系列事情的开端 包括江亭的不对劲 都源于5月23日 那场特大暴雨来临前的下午 那天江亭没有晚自习 按理说应该五点半就到家的 江亭书一边守着锅里的土豆炖排骨 一边等着孩子回来 可是一直到五点四时 江亭仍然没有到家 江亭书有些担心 他走到窗边看向对面的楼角 希望穿着蓝色校服的女儿 能够出现在这条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下一刻他确实是看到了一个 身穿蓝色校服的女孩 只不过女孩只是露出了半个身子 另外一半被大楼遮住了 可是半秒之后 女孩身体后痒 似乎被什么人拽住了头发 或者是衣领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了大楼的背面 在那一瞬间 江亭书的眼球几乎要突出眼眶 一股不安的感觉袭上心头 让他根本没有犹豫 立刻冲出了家门 向着那栋大楼奔去 在路上 江亭书甚至摔了一跤 拖鞋都飞了出去 但他根本顾不上检查自己的擦伤 更没有心思去找那只拖鞋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女儿 我女儿被人绑走了 江亭书的病发纷乱 脸上还站着灰尘 他系着围裙踩着一只拖鞋 继续向着十几米开外的楼角 亮亮腔腔地跑去 拐过那栋楼 就是几栋居民楼围城的一大片空地 应该就能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江亭书死死地盯着那个 由水泥阳台和外墙组成的角落 感到自己的心脏已经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 谁料 刚刚转过楼下 江亭书突然跟一个人撞了满怀 同时听到了一声尖叫 他坐在地上 呆呆地看着站在自己面前 正拿手捂着胸口的姜亭 妈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慌慌张张的 你 你的拖鞋呢 江亭书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目光片刻不能离开女儿的脸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回家呀 不然 我应该在哪儿 老天爷 我看见 我以为 算了 你没事就好 妈 你在说什么呢 你 你是不是摔了呀 我没事 我这不是着急吗 江亭书没有说他到底在着急什么 只是匆匆地瞥了一眼几米外的墙角 随后畏惧地收回了目光 脸色一变 别说了 赶紧回家 江亭扶着一瘸一拐的母亲回到家 刚一进门 两人就闻到了一股叫呼味 江亭书赶紧跑到厨房关上火 发现那一锅土豆炖排骨已经彻底报废了 他叹了口气 只能把菜倒进垃圾桶 从冰箱里拿出几个鸡蛋随便炒了炒 江亭从卧室里拿出了红药水 帮妈妈托在伤口上 一切收拾妥当 母女二人开始吃晚饭 江亭大概是饿了 简单的炒鸡蛋和糖瓣西红柿都吃得津津有味 江亭书看着于心不忍 想拍拍女儿的头以表安慰 但他刚一伸出胳膊就牵动了手肘上的伤口 疼得他撕他一声 江亭立刻放下碗筷 捧起妈妈的手臂 不住地对着伤口吹气 嘴里像哄小孩似的念叨着 不疼不疼了 臭丫头 把你妈当几岁呢 你还好意思说呢 多大的人了 慌慌张张的 我不是以为你呗 算了 估计是我看错了 看错了 你看见什么了 一个小姑娘 和你差不多的 长头发 也穿着你们学校的校服 看着好像被人拖走了似的 就在对面那栋大楼的后面 江亭书说着指了指窗外 江亭吃惊地瞪大眼睛 正正正地看着妈妈 啊 吓人吧 当时把我急死了 还以为是你出事了 然后呢 然后就看见你了吗 哎 小傻瓜 你要是真的被人掳走了 我可怎么火呀 火 火这不是 挺好的吗 是啊 应该是看了一下五丈本 搞得眼睛都花了吧 哎 妈妈老了 江亭没有说话 而是嚼着饭 眼神毫无聚焦地 盯着某个地方 她似乎心事重重 她 还好吗 人鱼 第八集 江亭的心事 5月23日的那天夜里 不到九点 天空中已经是电闪雷鸣 江亭书刚把单位 本季度的账做完 就听到窗外大雨飘泼 她去厨房倒了杯水 这才响起卧室里的窗子 似乎没有关 江亭书赶紧走进女儿的房间 发现江亭正呆呆地看着窗外 雨水猛烈地拍打着玻璃窗 窗台墙壁 甚至靠墙的单人床 都被打湿了一片 江亭书赶忙关上窗户 回身埋怨女儿 你这孩子 怎么不长心呢 这么大的雨 不知道把窗户关上了 啊 哦 我没注意 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等会儿我给你找到新床单 睡觉之前自个儿换好 哦 江亭书扯换床单 正准备去衣柜拿新的 却突然瞥见书桌上 江亭的作业只写了寥寥几笔 她的怒气陡然而生 一个多小时 你干什么了 就写了这么点作业 我 我 我不是 今天的作业太难了 抓紧时间 写完作业 早点睡觉 江亭赶紧拿起笔 开始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 江亭书也无心在批评她 抱起床单 走出了卧室 把湿床单塞进洗衣机里之后 江亭书揉着隐隐发疼的太阳穴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烦躁 总觉得似乎有某件事情让她内心不安 想来想去 江亭书将其归因于傍晚的虚惊一场 她还记得当时看到女儿安然无恙地站在面前的感觉 仿佛江亭是一个势而复得的宝物 母女俩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准备就寝 江亭的卧室很快就归于平静 但江亭书却难以入睡 一方面是擦伤的手肘隐隐作痛 另一方面是她总觉得有一块石头压在自己的心里 让她难以呼吸 迷迷糊糊之中 这个暴雨夜总算是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 头重脚轻的江亭书勉强地爬起来 给女儿准备早饭 奇怪的是江亭似乎也没有睡好 她带着两个黑眼圈不情愿地起床 吃早饭的时候还一脸魂不守舍的样子 你干什么呢 快点 要迟到了 马上 江亭回过身来 慌慌张张地吃着早饭 此时 鲍鱼已经悄然挺歇 窗外天光大好 空气清新 还能听到小鸟在枝头愉快地激扎叫着呢 江亭书却没有心情欣赏这雨后的美景 他催促女儿出门上学之后 自己化了个淡妆 也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家 走到昨天那栋转角楼的时候 江亭书突然感觉到口干舌燥 仿佛有人一把捏住了他的咽喉 与此同时 他终于明白 那个压在他心口 整整一晚上的石头 究竟是什么 昨天半晚 是我看错了 还是真的有一个女孩被拖走了 江亭书本能地扭过头 看向楼梯下方 一片清脆的草地 下一刻 他清晰地看到 草地中间 躺着一个碎裂的文具盒 鬼使神差地将文具盒捡回来之后 江亭书的心中 坠坠不安的感觉并没有消失 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 将这个文具盒还给他的主人 而他也不能凭借着这个东西来推断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女孩被拖走了 万一只是一个粗心的女孩 丢在那边的呢 漫长的回忆结束之后 江亭书叹了口气 将文具盒塞回抽屉里 他现在已经是自顾不暇 不管是前夫的纠缠 还是女儿的反常 都让江亭书心力焦脆 哪里还有闲心去管别人的事呢 想起孙伟明 江亭书又感到胸门气端 前夫的性格他很了解 这个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找上门来 想方设法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不管孙伟明出于什么动机 他绝不能从我的身边带走 可听听 他把一个家 从三口人变成两口人 还想将我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吗 他凭什么毁掉我的生活 然而越是这么想 另一个声音 就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大 可听听 并不是我的私有财产 他有自己的思想 说不定 他也想跟爸爸生活在一起 想去北京念书 如果真是那样 我要放手吗 不 不对的 婷婷一定更愿意 跟我一起生活 江亭书猛地站了起来 直奔女儿的卧室 此时此刻 他甚至不惜叫醒江亭婷 要女儿亲口证实这一点 然而 在推开门的一瞬间 江亭书愣住了 江亭的床上空无一人 江亭书疯了一般地 找遍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在确定江亭不在家之后 他抓起一只手电筒 飞快地冲出了门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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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亭 江亭书现在能够确定了 江亭有心事 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与学习 以至于他深夜一个人偷偷地出去 也不肯对自己说 夜已经深了 整个世界都在沉睡 江亭书走过一栋又一栋的楼 嗓子喊到快要嘶哑 腿也开始越来越软 却还是没有找到女儿 很快 他在小区里撞了个便 气喘吁吁地盯着不远处 尚有灯火的马路 我出去找找吧 如果再找不见人 就只能报警了 江亭书拔腿 往小区外面走去 突然 他的余光里出现了一个黑影 有人从花坛里慢慢地绕了出来 江亭书立刻用手电筒照了过去 谁 婷婷 果真 穿着睡衣的女儿出现在手电筒的光照下 他披散着头发 脸色苍白 正正地看着妈妈 甚至都没有躲开那刺眼的强光 江亭书快步走过去 先是担心地上下查看女儿 确认没有外伤之后 一股脑恨和后怕 这才袭上了心头 他忍不住挥手 在她的肩膀上连连拍她 你上哪儿去了 这么晚了 想吓死我是不是 你说话呀 个倒霉孩子 你到底去哪儿了 江亭亮呛了一下 他既没有解释也不反抗 只是歪着头一言不发地站着 江亭书咬着牙拽起女儿的手 回家 进了家门 江亭书才发现 女儿的睡衣上全是灰尘 珠网和污渍 脱鞋底也沾了不少的污泥 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他连声逼问女儿的去处 但江亭打定了主意不说话 只是默默地脱掉了脏衣服和鞋子 转身走进卧室 咔哒一声 锁上了门 江亭书是一肚子的怒火 和疑惑无从排解 只能把女儿的脏衣服 踢到卫生间 泡在澡盆里狠狠地搓洗 此事的江亭书 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但脑子仍然在飞速地转着 婷婷深夜出门 要么是去散心 要么是去见人 如果是因为今天放学的时候 看到我和孙伟明吵架 觉得烦心 那可以跟我讲啊 为什么要偷偷出去呢 至于见人 那更不可能了 先不说婷婷不会早恋 就算有 怎么会半夜去那么脏的地方约会呀 他到底去哪儿了 死来想去 江亭书都没有办法 为女儿的反常找到一个缘由 这让他更加的不安 因为女儿是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血脉相连 心灵相通 可是现在 有一只无形的手 阻断了这种联系 让他开始患得患失了起来 江亭书不知道的是 回到房间的江亭站在窗边 遥望着深沉的夜色 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串 沾满了泥沙的钥匙 突然 他抹了一下眼睛 转身扑到床上 用被子蒙住了头 嚎啕大哭起来 索林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你去哪儿了 你为什么没有回家 云安 你还活着吗 气味难闻的下水管道中 苏林猛地睁开了眼 四周仍然是一片黑暗 身下的管壁十分地滑腻恶心 但是他现在根本没有力气坐起身 只能重新闭上眼睛 强迫自己继续保持体力 苏林不知道自己在下水道里待了几天了 三天 还是五天 时间的概念 因为黑暗 已经变得格外模糊 再加上饥饿与疲惫 他觉得自己 大概快要到达极限了 这一次 如果真的睡着 我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吧 我不想死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生存的信念 与汹涌的睡意 互相争斗 令女孩的脑子变得更加混沌 她蜷缩在肮脏的管壁上 睫毛像是蝴蝶一般微微的颤动 终于坠入了那一个漫长的梦境 在梦里 她的身体像是泡沫一样 轻轻地飘荡 穿过了一系列乱七八糟的记忆 回到了她记录在日记本上的 那个令人难过的日期 1994年5月22日 这一天是一切的起点 也是噩梦的开端 人鱼 第九集 噩梦一时 妈 我回来了 苏林打开门的时候 听到电视机里正在播放天气预报 今天是5月22日 气温仍在持续地升高 不过明天或者是后天 本时可能会出现强降雨 坐在电视机前的苏林妈妈 听到动静后站起身 指了指桌上已经准备好的饭菜 吸吸手准备吃饭 速承 赶紧来吃饭 别摆弄你那玩具了 哦 马上 爸呢 哦 还在厂里忙呢 晚点回来 给他留饭了 哦 晚饭后 苏林帮着妈妈收拾好了碗筷 放进了公共厨房 就准备去写作业 他刚走到厨房门口 突然被妈妈叫住 哎 你记得今天先给你弟弟辅导功课啊 我今天 还有很多作业要写 可能会来不及 才高一就这么多作业 你们老是想累死人呢 妈 我高二了 哦 这高二也不至于啊 先帮你弟弟辅导 好 因为超生 而没有上户口的弟弟苏哲是不能上学的 这些年一直都是苏林在叫他功课 让他不至于和同龄的孩子产生太大的差距 不过今天晚上 苏哲的全部热情都放在了爸爸给他买的新玩具上 那是一个可以变成机器人的小汽车 据说价格昂贵 苏林一言不发地看着弟弟折腾那个塑料玩意儿 嘴里还咔咔地配着音 呱咔咔咔咔咔 汽车人 白兮 或是 苏哲 把玩具放下 先来上课 嗯 咔咔咔咔 快点 我还要写作业呢 哦 好 开甘咔咔咔咔 汽车 放下 苏哲背着一嗓子吓倒 她看着苏林慢慢地把半车半人的玩具放在桌子上 眼睛瓢向打开的课本 苏林开始讲解二元一次方程 并在草稿纸上举例 在这一过程中苏哲始终没有抬头 她眼神涣散 讲解完毕之后苏林问道 听懂了吗 听懂了 行 那你先把这道题做了 说着苏林出了道题给苏哲 然后又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好几张卷子 开始趴在桌子上写作业 今天的作业可真的多 如果再耽误下去 前半夜就甭想睡觉了 苏林写了几笔 再抬头看时 却发现苏哲依旧呆呆地盯着草稿纸 那幅无从下笔的样子 让苏林瞬间烦躁起来 她尽量压制着心中的怒气 平静地问道 你刚才不是说都听懂了吗 没有 苏哲低下头 两颊鼓鼓地露出了委屈的神色 苏林一下子就心软了 那我再跟你讲一遍 这回好好听啊 苏哲用力地点点头 做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模样 但她甚至没有坚持到苏林把一道题做完 就偷偷地拿出铅笔 一下一下地戳着那个愚蠢的塑料玩具 嘴里还在小声地嘟呢 汽车人 变形 出发 嘟嘟嘟 苏林猛地站起来 用手中的课本扫向那个破玩意儿 在苏哲的尖叫声中 汽车人飞了起来撞在墙壁上 摔成了好几块 苏哲扑向那个七零八落的玩具 憋了憋嘴 哇的一声哭出来 苏林也被自己突如其来的怒气给吓傻了 呆站在原地半天都没有动 苏妈听见动静冲进了房间 一眼就看到了被摔坏的变形金刚和哭泣的苏哲 她的表情顿时扭曲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谁干的 我姐 她摔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多少钱呢 刚买回来你就摔了它 你不心疼钱 你也心疼下你爸呀 妈妈使劲地揪住苏林的耳朵 苏林强忍着疼痛刚想辩解 就看到刚刚回家的爸爸走进房间 皱眉看着眼前的混乱 行了 苏哲 你把手松开 给我看看 爸爸蹲下身 从苏哲手里拿起机器人的一条胳膊 上下端享一番 惹你姐生气了 我没有 我刚才做题来着 不是爸 他不听讲 所以我 你先写作业吧 今晚就别给他辅导了 苏哲 跟爸出去 都是你管的 我管什么了呀 苏林啊 以后苏哲要是不听话 你好好跟他说 别动手 他是你弟弟 我知道了 苏林低着头 趴在桌子上 开始看一道几何题 等到父母和弟弟都出去了之后 他的眼泪躲筐而出 滴落在诗卷上 隔壁房间不时传来苏哲的哭声 和妈妈的抱怨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声音都消失了 苏林抬起头 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 他还剩下一张英文诗卷 没有写完呢 揉了揉酸胀的眼睛 苏林站起身 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间门 准备去卫生间里 用冷水赶走脑中的疲惫和困意 走到卫生间的门口 苏林发现爸爸也没有睡 他坐在一张小凳子上 手里捧着被摔碎的汽车人 正在努力地把一扇车门粘上去 看到苏林 他小声地问了一句 作业写完了 没有 苏林小心地绕过那瓶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胶水 进入卫生间 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把脸 而后 他擦干了手和脸 顺手把晾在窗台上的白球鞋拿了下来 明天的生气仪式上 苏林作为护起手 必须要穿白球鞋 所以 哪怕那双球鞋已经很旧了 他也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晾晒干净 毕竟他只有这一双白球鞋可以穿 然而 在看到那双球鞋的刹那 苏林的脑子嗡的一下炸开了 已经泛黄的鞋面上横七竖八地布满了深蓝色的墨水斑点 运染出了一大片 苏林愣了半天 不用想 一定是苏哲拿着钢笔干的 为了报复自己 摔坏了他的汽车人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现在 苏林的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 明天我该怎么办 我只要穿这么一双鞋 在全校几百人的视线当中 扯着国旗的一脚走向旗杆吗 不行 绝对不行 我得想办法 苏林拎起球鞋 快步地返回到房间 找到了几节白色的粉笔 那是他为了给苏哲讲题悄悄地拿回来的 苏林一边祈祷着有用 一边用白色粉笔用力地涂抹着球鞋上的半点 很可惜啊 那粉笔覆盖在球鞋上 仍然能够清晰地透出深蓝色 苏林扔掉粉笔 又去卫生间里找牙膏 爸爸莫名其妙地看着跑来跑去的他 你干嘛呢 苏林没有回答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如何拯救自己的球鞋 终于 那双白色的球鞋 被厚厚的牙膏和粉笔灰彻底包裹起来 深蓝色的痕迹暂时消失 苏林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虽然我把牙膏用完了 妈妈肯定又要骂我 要是明天能下场雨就好了 生起一时一定会取笑 那么我就不用担心当场出丑了 老天爷老天爷 你老人家可以在明天早上下一场雨吗 不用太久 到早自习开始就好了 苏林是哭着写完作业的 而后他拿出日记本 将发生在五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深夜 哦不 已经是二十三号凌晨的事 统统地记录了下来 最终他躺进了被窝 在一片黑暗与寂静之中 继续祈祷着一场可能并不会到来的雨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 苏林拉开窗帘 看见的是阴沉的天气和干燥的地面 他也没有沮丧 毕竟这只是自己无数个没有实现的愿望之一 苏林转头去看白色球鞋 脸色更加是一筹莫展了 牙膏和粉笔确实挡住了墨迹 但在外表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硬壳 稍加碰触就会碎成渣 甚至会掉落 这双鞋真的能坚持到生气一时结束吗 没等苏林想明白 卫生间里就传来了妈妈的喊叫声 这牙膏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只剩下一点了 苏林赶紧拥抱着把球鞋包好 放进书包 然后换上一双便鞋跑出家门 路过公共厨房的时候 他看到了两个扣在一起的盘子 那是隔壁的顾大爷给自己准备了肩蛋 苏林的心中一暖 但没有停下脚步 因为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匆匆赶到学校的校团委办公室 苏林换上了白色球鞋 领队的老师从柜子里把国旗拿出来 冲着包括苏林在内的四名呼气手催促说 升级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赶紧去操场上集合 苏林 你磨磨蹭蹭走这么慢干什么 老师 我 我尽量快一点 我的天哪 你穿的是什么 石膏吗 苏林红着脸 一路低着头走到了操场上 直到握住国旗一脚的时候 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护起手需要在全校老师的面前 踢着正步 走到棋杆下 那样 球鞋外面的那层脆弱的壳就会 然而 入场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 苏林硬着头皮踢出第一步 便听到脚下传来清脆的碎裂声 他有些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人鱼 第十集 人鱼公主 5月23日早上的生气仪式上 作为护起手的苏林 在起初正步的一瞬间便知道 那双白球鞋上的秘密 已经暴露在了全校同学与老师的面前 几秒钟之后 人群果然开始怯怯思语 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响亮的哄哮声 苏林这个穷鬼 便宜一双新球鞋都买不起吗 丢死人了 以后别说它是我们班的 在一片的嘲弄中 来自同班同学的玛娜的声音显得格外的刺耳 苏林不用回头就能猜到 她一定正指着那双脏兮兮的球鞋 和她那两个形影不离的好闺蜜 宋爽赵玲玲 一起肆意地嘲笑自己 苏林面无表情地走到了 其干之下 当国旗被展开挡住了她的脸后 她终于睁开眼睛 偷偷地扫尸了一圈 找到了那个自己最在意的男生 杨乐 她作为苏林班上的班长 此刻并没有盯着她的球鞋看 而是一脸凝重地看着国旗 苏林知道 她此时肯定不是在怀念用鲜血 染红旗帜的仙辈们 而是单纯地不想成为那些 让自己感到尴尬的目光之一 看吧 她就是那么温柔又体贴 所以才会成为女孩子们仰慕的对象 其中也包括她和玛娜 国歌奏响了 国旗缓缓地升起 苏林扬起头 面向国旗行注目里 在飘扬的旗帜之上 她看到了正在慢慢聚拢的 吴云 原来 老天爷还是听到我的祈求了 只是可惜 这场雨来得太晚了 升起仪式结束之后 苏林又换回了自己的便携 不过那双白球鞋 仍然成为了同学们讨论的话题 许多人甚至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特地地跑到了她的座位旁 就是为了看一眼椅子下面那双吊渣的球鞋 苏林 你就只有这一双鞋吗 嗯 你爸妈都不给你买的吗 好小气啊 鞋子还能穿 当然不需要再买新的 不过 如果苏哲找他们要 他们肯定毫不犹豫地就买新的吧 就像是那个汽车人一样 不知道一个汽车人 可以换几双白球鞋呢 五双 还是八双 在这样的氛围之中 苏林挨到了吴休 她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又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早上急着出门 忘了带午饭了 所以当同学们在教室里打开饭盒 津津有味地吃饭聊天时 她也只能悄悄地离开 来到了教学楼后面的礼堂 最近 英语音乐剧 海的女儿一直在礼堂排练 不过午休的时候 肯定没有人 苏林轻车熟路地绕过舞台 走入了后面的排练厅 坐在道具箱上 稍稍地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她打开服装柜 在五颜六色的长裙中 找到了一件标注着自己名字的裙子换上 苏林也参演了这处剧目 她的角色是婢女C 作为王子的四个婢女之一 她要在第四幕以后才会出场 台词也只有寥寥几句 不过即便是这样 苏林也是很认真地背诵着台词 在心里反复地排演着自己的戏份 因为她不想继续在扮演王子的杨乐面前出丑啊 婢女的戏份很快就排演完毕 苏林转身打开道具箱 拿起一本包着透明塑料书皮的剧本 这剧本是玛娜的 作为人鱼公主 玛娜的台词比自己多得多 不过她的口语并不好 所以剧本上标注了很多的谐音字 I don't have fair 苏林忍不住笑出声 甚至有些恶毒地想着玛娜操着一口蹩脚的英文 和杨乐对戏的场景 全校都知道玛娜喜欢杨乐 所以她才会一再坚持地扮演小美人鱼 也不知道她那个有钱的爸爸起了多大的作用 最后玛娜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这个角色 不过也是 玛娜很漂亮 身材也好 被染成绿色的卷发更像是外国人了 总之 她比我更有资格当小美人鱼 是这样吧 苏林陷入到了长久的沉默 她记得有一次自己说完了台词 就站在王子的后方 毫不掩饰地看着杨乐 作为导演的周西杰老师喊停之后 单独把她叫到一边去 给她看摄像机里的回放 你看 你眼神中这种隐藏的仰慕 其实更像是小美人鱼 不过可惜了 选决的事情我没有多大的权力 当时的苏林并不觉得可惜 只要能跟杨乐大大方方地站在一起 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她不会要求的更多了 只是现在 苏林把目光投向衣柜 那里挂着一件纯白色的纱纸长裙 她听到了自己碰碰碰的心跳声 我真的只能是婢女心 而不能是人鱼公主吗 苏林不由自主地走过去 伸手取下了那件白色长裙 她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也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但脑子里那股晕眩一般的感觉 让她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 就这样 面色铁青的苏林将白色长裙套在了身上 然后深吸一口气 站在练功镜前静静地打量着自己 那一刻 苏林甚至觉得有一束光从天而降 照在了自己的身上 她踮起脚尖转了一圈 群聚飞扬 微曲的头发散落在尖头 四周仿佛升起了无数的水泡 又缓缓地碎掉 空气变成了清澈的海水 远方传来鲸鱼的歌声 苏林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 用美妙声音换得一双人腿的海的女儿 她微微仰头 似乎闻到了海草的甘甜芬芳 你在干什么 一声又惊又怒的叫声 把苏林拉回到现实之中 她惊恐地转过身 就看到一群人站在盘练厅的门口 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的白裙上 而站在最前面的正是杨乐和玛娜 杨乐上下地打量着苏林 两人的目光对上之后 笑着打了一个圆场 你来得这么早 但这并没有什么作用 苏林觉得头顶上的光芒更加炙热了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看着玛娜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原本精致的五官因为愤怒扭曲在了一起 苏林慌慌张张地向更衣室走去 突然意识到自己婢女C的红裙还在地上 于是连忙回头 可是没想到那条红色的裙子居然落在了玛娜的脚边 苏林低下头消跑几步弯腰去捡裙子 玛娜却厌恶地伸出脚 仿佛对待什么肮脏的东西一样 把裙子踢到了一旁 苏林伸在空中的手顿了一下 她仍然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 而是捡起了裙子 快步地跑进了更衣室 关好了门 苏林瘫坐在椅子上 突然感到有些懊悔 并不是因为偷了玛娜的裙子 而是因为自己突如其来的慌乱与屈服 我为什么不能当着玛娜的面傲慢地说 试一下怎么了 为什么在和她目光接触的那一刹那 我又被带回了那个 卑微而渺小的我呢 苏林足足坐了五分钟 才慢慢地脱下了白裙 换上了那件沾满灰尘 皱巴巴的红裙子 她低头走出更衣室 余光瞟见大家都换好了衣服 除了玛娜 宋爽和赵玲玲正在小声地安慰她 苏林慢慢地走到玛娜面前 伸出手把白裙的递过去 可玛娜根本不解 一旁的宋爽开始帮腔 哟 某人连句对不起也不说呀 脸皮真厚 苏林尴尬地伸直手臂一动不动 杨乐放下剧本再次看向这边 抓紧时间排练嘛 下午还要上课呢 兴许是她的话起了作用 玛娜终于转过脸来 狠狠地白了她一眼 然后劈手夺过那条白裙子 就在苏林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准备找个角落躲一下的时候 她突然听到玛娜的嘴里 蹦出一句脏话 紧接着那件白色的裙子 又被玛娜扔到了苏林的身上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包括刚刚走进来的周西杰老师 她将摄像机放在了桌子上 捡起裙子 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玛娜 又顺着她的目光 找到了苏林 这是怎么了呀 你们吵架了 苏林这个小偷 都穿我的衣服 他还把我的衣服弄得臭红红的 我不穿 朱老师吃惊地啊了一声 下意识地把裙子 凑到了鼻子下闻了闻 随即觉得又有些不妥 哎呀 不就穿了一下嘛 这本来就是演出服 在你之前也有很多学生穿过了呀 不至于的啊 玛娜 你赶紧换好衣服 我们要开始排练了 再过两个星期就要登台 怎么不至于 她都不换衣服 不洗澡的 啪的一声 正在尖叫的玛娜突然住了嘴 她不可置信地偏过头 瞪着全身都在颤抖的苏林 就在方才 一言不发的苏林突然举起手臂 重重地打了玛娜一个耳光